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让我们看一下第一局录像吧 那这个毫无疑问会选田园吧,除非你特别喜欢风笨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抢个手链,三号尾很有可能抢到手链 哟,你们一张牌都冲坑,那我们手链没了,估计就不手链了 那就9叉啦啦吧 这局其实是个打脸局,因为在我的视频里面经常会黑一个帅哥,一个帅哥经常被我黑 然后这一把的话,这个帅哥真的是发挥到极致啊 我们待会慢慢看一下他怎么发挥到极致,挥发,挖飞 陶阳没开过,和没拆,低调 顺手牵羊,开个万剑,那我们闪一下 被乐的正常吧,因为我们9杀过什么的 那你这个打我们肯定是给你标一个无果的 那不管你是装身分还是什么的,那你既然做了某些事情,那别人肯定是要给你给一点颜色看看 那飞武的他肯定是要顺带打你的 所以这个跟这没必要,我觉得真的是没必要 你装身份嘛,都是你跳了某一个身份,那另外一个阵营,应该就是阵营的人,他肯定就是救你了 那他到底是不是吴国呢,吴国是觉得他是吴国,那就救了 然后这个人开了个南蛮,刚才他是没有去拆旅门的 可能就比较低调嘛,那现在要去打旅门,因为感觉可能就是吴国要三连动了 他其实他7张牌,他手牌不易出,他开个南蛮就可以过了,没必要用那个火 是个雷点 说我们队相位是因为,你们一手量我们就揍他了 那这个官也说的没错啊,就我们可能就更加相位,打得这么大打 用力真的不错,两个队子,然后现在又随时了一张牌,我们继续随时 这个是个干户,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皮肤吧 算了,还是不看他的皮肤,看一下牌局吧 像这种不吃桃子,就是,应该说,不说不吃桃子,就是说,不撑血线的,我们是最喜欢的 里门嘛,刚才没有撑血线嘛 然后五号位这种看家的话,我们有桃子是一定要去撈的,有血线要去打的 就跟昨天那一把一样嘛,大卫国被田园射崩了一样 那真的是你队友当有什么办法呢? 就跟你比赛的那你怎么那么怂的啊?是不是啊? 尽管取用 尽管取用 此正者 这顶不住啊 那这一群运应该不会给这个光与,那给光与补牌 其实你说你给光与补牌,当我大卤射不下来,那到时候两个死不还不够你啊 是不是啊?那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我也不愁,不愁群也不愁熟,我该给自己补就给自己补 看到了这里 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那个人是谁了吧?就是我平时是 黑这个小猪狗真的是经常黑,我说这个小猪狗这会 这看不过啊,烦得要死,然后这个八卦嘛,又经常盼黑 然后你看人家这个,这个原子弹都能挡住了,他这个八卦 然后你看你的八卦,盼一下就盼不中 那这个拆了呗,反正已经冰了他一下 好,敢入死阵者,就准备面对天地之危吧 敌我,万一武士群我疾命我还能活一下 他的意思是呢 对吧,我觉得这个徐姨说的没错啊,他要五号如果是徐姨的话,他给自己 截命,本来就没什么问题啊,人总是要有一些希望是不是 死而有汗 因为这个火猪狗我真的是经常黑啊 而且我如果说这个场上有什么干夫人 姜王妃或者火猪狗,我肯定喜欢干夫人和姜王妃 或者是什么干夫人小胖,火猪狗,我肯定喜欢干夫人小胖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局吧 诶,真的有小胖和姜王妃 主角会选什么呢 主角选择了卫国 其实总体我觉得强度差不多吧 可能卫国如果国家开团的话是非常厉害一点 那个香香开团也很厉害,姜王妃小胖开团也很厉害 卫国开团是比较容易开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草皮 你赌我我就翻你 然后这个草皮排多嘛 我们这就跑横将他了 那其实很多人应该都会去反九杀了 因为这个草皮是九杀,然后 然后小桥他有 有红刀他就阴了一手草皮 热都没有用出去 然后射孙笨 然后降了一下 那这个丝毫要怎么打呢 挂个盾,把我们热起来 那我们这边可以给他标一个五国和群雄了 因为如果你说他属国的话 那主视角 国家他亮了之后 他会去打队 那肯定去打河太后啊 那侦察来说是这样子 或者去有距离什么的 有过差什么的 可能会招呼小桥 因为他的队友 属于被这两个人坑死的 这个大桥是在等八号为一个大师吗 把自己入空了 这个大桥 这个是父亲大人 这个是孙笨的父亲大人 和大桥的也算是父亲大人吧 现在应该也叫 这边呢 江东子弟 贝哥 贝哥 不拿个盾嘛 盾盾对那个小桥奔还是挺有用的 哎 那他就是一个群雄了 这不用想了 这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双量了 因为三霸其实也是一个卖水流吧 三霸 因为你晾了之后 他可能他就 哎 要九刹了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没有给我们贝哥的 那这个觉得我们可以给一下这个赵鱼 但是个加一嘛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给他 他都没给你贝哥 你为什么要给他排呢 是不是 而且加一嘛 你自己也是需要这个 这个牌的 需要这个装备的嘛 需要这个装备的嘛 那这边 蔡文姬就赌了一下那个赵鱼 赵鱼可以收一个人手末三张牌 他其实本质上来说也不是特别亏哦 蔡文姬站得自己位置远 又是蔡文姬这边赌鱼那边赌鱼 黄野轻收下我的膝盖 上轮没乐他 陈寒 上轮没乐他 这轮他搞我 搞不死 他这轮他搞我不搞他搞谁 笑死 什么什么鬼 我都不知道他说啥 其实这里我觉得没必要去软交财富机 就明摆着这个4号位是个群雄啊 而且你这个顺手肯定是要去顺这个赵鱼呢 那你就软交他呗 那你软交他之后然后顺他 他可能也会不会就是说太在意这个事情 那你说你现在顺他他可能不开心呢 是不是 毒他呗 这里其实就直接杀这个 哎呦直接被杀死了 其实他有副理的他有个无诱剑 砍了呗 吃了吧 然后进行 进行三文局了 因为吃了之后就是进行三文局了 吃了之后把这个 时间一段 因为状态不好的 孙产就没什么软通了 我们拿个桃子 状态不好的孙产就是一个死人了 还不如直接就断入瞬间 那我们这拿了个明桃 他就不管干嘛扛我们了 酒吧 不要省这一口酒了 直接酒杀 还能摸两张牌 我们吃两个桃子挂一个八卦过了 这里三人局那赵云 附加一出电呢估计就是到盘统了 当然这里最强的就是小小新笨了 那我们七两个就七八傻七两嘛 有八卦他这个也不会来杀我们 而且我们这些是有张霸的 其实张霸还是比较克制那种 依靠手牌防御的那种小乔的哦 砍他呀的 这个是我们的黑桃杀不是红杀了 他要自己的黑桃杀就不能变成红杀了 哎呦要觉醒了吗 能不能添过 哎呦本来就是二分之一的概率可以添过 下他的马呗 下王马之后我们就挂青干剑了 敢不敢继续弹 我们这边能不雕血就不雕血 九 哎呦呱出了 这个也是脆的啊 直接不觉醒 一个回合打出三点伤害 这里一代了我觉得可以留一下 因为手牌就是 不是特别特别充裕吧 我们其实打赵云的话 因为他是三血 三血赵云的防御 可能一说是稍微会低一点 但是也是比较难打的 但他打我们也非常难打 因为我们双卖血的脏霸还是挺恶心的 这里我们要不要卖 我们一卖的话他就囤不住牌了 我们现在暂时不挂白银 他这里不拿寒冰吗 寒冰这么克制这个国家和三霸的 杀 无奈长山赵子龙也 无中生有 哎 过差一顺手 那就砍他 那就可以压他血了 我们肯定觉得手上是个桃子 就把这个手牌下掉先 所以他还是有点难杀的 而且庞宠他可以小不牌嘛 如你所愿 这里他状态不好他不敢来扛我们的 我们没必要去留赏 我们不想把这个借刀也留一下 这个借刀其实对三霸而言其实也是一个好牌 你知道三霸在这个卫国里面最好的配件是什么吗 是寻语 他跟寻语配合起来是相当好玩的 应该这么说 你看 这里一定要横将自己 但是主角没有横将自己 因为横将自己之后 他其实就可以逼越了 知道吧 因为我们不弃牌嘛 咦 不对 我们 这边横将自己的话 是刚好可以留两张牌 这里好像是不能逼越 如果说我们手牌只有一张牌的话 那我们横将自己 我们就可以逼越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说他跟那个寻语他是有配合的 寻语 你想想想想 如果说你 他屈虎的时候自己叼血了 可以横将自己 适当的把一些废牌丢掉 就是增加一个解命空间 然后或者来说 你本身手牌少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自己避越 他是这样子的 这赵云三血防御也挺高的 这赵云三血防御也挺高的 刚才只有一滴血 现在 现在神装满血了 现在神装满血了 就我们有桃子 我觉得其实刚才那 几轮应该是 可以稍微卖一下血 有桃子的时候 可以稍微卖一下血 他想压我们状态了 这个为什么不吃桃子呢 他 他好像丢了一个桃子吧 我看 没看坏 闪之 不成一失之勇 是需要代价的 又有口酒 那赢了 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嘛 然后 本期这个视频嘛 就到这里吧 最后就 谢谢大家